歡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美國股市上週表現相對平淡 回答執行長黃仁虛 賣股千分之一的利空 在台股引爆了非常大的波瀾 AI概念股今天成為 週一台股的重災區 不管是8月營收 創高的AI股 還是說低於預期的AI股 今天通通都是無差別的大跌 台股失守的半年線 加上成交量今天放大了 那今天大跌 到底是不是在甩融資呢 因為禮拜三很重要 科技大件事很多 包括蘋果要發表新款的iPhone 還有美國的AI大論壇 以及ARM要IPO等等的相關訊息 指數有辦法在禮拜三之後 甩轎再上嗎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又銘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李堅銘 建平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吳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回答金長黃仁虛 賣股千分之一 觀察上個禮拜五 回答在美股的表現 其實反應並沒有很大 只有少跌 可是Wisame這個訊息 卻大亂台股的AI族群呢 今天AI概念股是無差別的下沙 已經跌到夠低了 怎麼還在往下 尤其大家都在等等什麼 禮拜三的科技股 非常多的利多要爆發 有蘋果的心機 有AI的論壇 還有這個ARM要IPO 今天的大跌會不會是 甩轎之後再上呢 AI亂流也再次考驗 台北股市的整體信心 哪些族群最強我們來看一看好了 真的是 穩穩的買 穩穩的轉 網通股 今天包含的起雞 包含中壘 完全沒有破五日線 起雞碟沒破五日線 中壘 開高走低也沒破五日線 這個族群怎麼樣來做關注 可以安心的續報嗎 不過這禮拜還要留意的是 9月14號的航太展 航太展要開展了 軍工股今天非常的穩 還可以再展錢卡 好位嗎 請問老蕭 8月營收好壞AI股 今天怎麼都一起倒了呢 尤其是看到好多的個股 如果說出量又看到長黑棒 千萬不要留戀嗎 反彈就是給你逃命的機會嗎 不過低位階的概念股 在盤面上面 好像看起來相對是避風港 記憶體族群有這個漲價題材 轉強了 驅動IC位階更低 今天股價表現也非常的穩健 要拼這個產業的轉折了嗎 提前來卡位能不能呢 還有這個建民老師追蹤的車神 電影投控 今天非常抗震還創高 不過量有點沒有跟上怎麼辦呢 停力點一定要抓好喔 請問建民老師了 再看到AI的極點 今天把量也都殺出來了 AI概念股跌破了整理區該怎麼辦 那反彈 任何反彈就是先跑為妙嗎 台北股市現在丟掉了半年限 那有沒有什麼布局的亮點 還是說再等一等呢 看到台股包含了上市指數跟貴賣指數 都出現了黑K棒 短線上面的跌訊號怎麼抓 跌到哪裡才夠呢 我們請問展哥 休息一下鎖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今天禮拜一真的是AI概念股的 黑色星期一嗎 上個禮拜傳出來說 回答指引長黃仁勳 他賣掉持股的千分之一 其實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上中午回答的股價表現 也沒有很弱 但台股間AI概念股 真的是恐慌性的沙盤 盤中好多檔個股都打到了跌停板 而且不只是業績不如預期的跌停 連業績8月創下新高的也都跟著受累 大盤今天開評之後就一路的向下 被AI概念股整體的拖累 盤中大跌超過了百點 中場市下跌143點 收在16432 成交量有出來 來到2834億元 弱的都是AI啦 包含台積電半年線造就失守了 光達跌6% 台達電破季線尾創呢 一度跌到百元之下 那季家更慘還達到了跌停板 這是盤中一度的表現 那半年線呢 16436目前宣告失守 日K出現了連四黑 其實上週老夏老師就有提醒大家 因為有這個國際油價呢 止疊回升的影響 又讓大家又開始擔憂 通膨的問題及聯種會的動向 不過我們要冷靜點來思考 到底是不是需求帶動 還是只是產油國之間呢 這個他們自己的利益考量 那我們從這個今天的沙盤來想一想 這沙盤會不會是給大家一個 甩轎在上的機會呢 不要砍在阿呆骨呢 因為禮拜三很重要喔 蘋果秋季發表會要登場了 還有美國國會山莊的AI論壇 好多大咖都會去參加 同一天美國要公佈8月份CPI 還有阿萌要公佈IPO的定價 隔一天有航泰國防展 那航泰國防展呢 也牽動了美股當中軍工股的表現 絕對15號0050換股生肖日 那為什麼呢 其實老師老師上週就提醒大家 自CPI啊 預估8月份會年增3.6% 連續兩個月回升 但核心CPI呢會比7月略降 主要是因為沙 阿烏地阿拉伯跟俄羅斯 聯手炒高油價要來這個 讓美國的通膨呢 持續在高檔 這是這個國際間的 國際的博弈的關係 這是利益的考量 那老師我想問喔 這個禮拜三很多的 科技事情的大力多 照理說應該是科技股 還不錯的上漲的助攻燃料 但被這個CPI的訊息一來 大家要開始擔心 尤其油價來到了一年的新高點 這個油價的變數怎麼樣來觀察 對台北股市 甚至美國股市斷線 甚至到中期的影響呢 對 首先我們很快速做個瀏覽 你看到整個油價 它是標準的一個多頭排列 也就是說短期間我們要看到 股價出現明顯的修正 難度真的有點高 除非它出現爆量性的反轉 否則我們現階段的看法 油價應該還會維持 一段時間的一個高檔整理 關鍵在於這裡比較吊詭的 就是在於 第一個因為美元指數沒有跌 理論上美元指數走高 油價應該是壓縮的 可是現階段我們看到 美元指數維持高檔 油價也是維持一個高檔 加上我們來看 核心CPI在4.7 然後緊接而來 10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目前來在4.26 所以整體上這三個 對證券市場都是屬於空方 對 不利得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整個向下 壓縮的力道會來得大 關鍵在於 那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掌握 我們很快速先把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五天 國際股市呢 特別在美股要公布的一些數字 禮拜一今天晚上沒有 今天晚上沒有什麼重大的利多 或利公要公布的 那星期二也還好 因為是小企業樂觀指數 這個部分7月份91.9 那8月份預計在91.3 是往下的 所以這是OK的 好 再來呢 唯一比較所有的裡面 就這個了 這個 8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7月在0.2 目前預期會往上拉升到0.6 所以這個是扣分的 這是加分 這是扣分 對 CPI會少少 再來呢 禮拜四要公布首度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那我們預期呢 整體上這個數字不至於往上走 再來8月的銷售比0.7 0.1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往下的 所以這是拿分的 生產價格指數呢 這一個 7月在0.3 8月在0.4 那這個是負的 對 進口價格比 那這個呢 0.4 0.3 是不是衰退的 所以這個是加分的 就是數據不好 對 數據 快消息就是好消息 那這個也是加分0.5變0.1 那69.5 69.4 所以都是加分 那副分只有兩項 整體上本週 現階段針對本週所要公布 美國這些重要的數據 理論上 對股市是加分大於減分 好 緊接而來呢 為什麼台北股市今天跌這麼重 那明天怎麼辦 我們的看法呢 就再跌個100點吧 還要跌100點 那如果明天難道不能漲100點嗎 可以 該怎麼做觀察 首先我們先看 今天的強弱關鍵叫16502 也就是說原本早上 各位請看左側 這早上加全指數 是不是開一個低盤 開低盤之後 一度很短暫的嘗試在防守16570 16570不守 他就確定他會跌 會跌之後呢 接下來有出現更大的交易量 好 這裡又一個點了 在16502 他也不守502 所以就不用猜了 今天肯定就是一個下修 這個下修要修到哪裡 就是修到373 好 那我們如何去面對明天 我覺得我們看今天是做檢討 檢討的關鍵在於 那我怎麼面對明天台股的變化 好 首先呢 不看開盤量 開盤之後交易量往下盪 找盤最大量在9.06分 好 這個點是不是570 守住570今天是一個 往上做挑戰的格局 因為他不夠570嘛 9.06分是往下修 下修之後有沒有爆出後來 今天的最大量 那發生在9.28分 如果9.06分叫B 9.28分叫 這裡叫A 這裡叫B B是不是大於A 所以A就不見了 就被取代了 你只要看最大的 最大的在9.28在16502 好 然後接下來緊接二來 他有沒有來防守502 沒有 所以今天原則上就是個下修 因為今天是禮拜一 所以最壞狀況要走到禮拜三 所以說那該怎麼辦 不用擔心 就是在16373 好 回過頭來 為什麼是看16373 那也許有些朋友會覺得說 那明天再繼續下去 假設明天再去 明天再去 該減碼的你要減碼 好 所以哪些個股要減碼 我會跟各位說明 首先我們看加減指數 好 你往前看 這一整個大波段 大波段 最高點就17463 整個大波段的最低點 叫15284 你連結15284到17463 所以一定是16373 好 上一次從17463往下回測 來到16373 他守了七個交易日 硬是守在373 他守住373是往上做反撲 這個反撲的最高點在16841 接下來是不是連續三天的下跌 一支 兩支 三支 就三壓要空 三壓要空不見得一定會跌 可是問題是今天是不是就跌了 往下跌 那麼一度來到接近16373 排骨今天一度接近16373 但是沒有到 它不夠 最多就是到373 縱指跌破你不用怕 問題是它往上反撲 如果明後兩天 記住往上反撲來到16552 你要先減碼 為什麼要先減碼呢 我們往左邊看 最高點是841 最低點 這一次修正的最低點在264 所以明後兩天 如果加全指數 我們預期會做反撲的動作 來測373會反撲 這個反撲呢 你應該等它衝到16552 這個時候你要做減碼換骨的動作 因為1652看起來是這一波 這個高低點的平均值 所以它壓力會比較大 如果說你的手上持股是偏弱的 有遇到反彈的機會 哪一些要做減碼 等一下老師老師會說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畢竟這個美國股市當中 因為受到了CPI的干擾 這個儘管是本週的經濟數據 對於大牌或者你美股的方向 是比較多的 但是CPI這個陰影不斷的干擾 也讓美股的投資人 甚至台股的投資人 真的是猶如進攻之鳥 我的看法就是 面對台北股市現階段 要做個腦筋急轉彎 你說腦筋急轉彎 對 比方說我們剛剛提到 第一個包括明君提到CPI的數字 居高不下 再來油價也不跌 那美元指數又走強 三個對股市都是個殺傷力 公債殖利率要4.2 我們希望看到公債殖利率 是要跌破3.8 10年起的 你在4.26 就將近兩碼的位階 也就是說9月20 現階段全世界的看法 就絕對不會升息 關鍵不是9月20 而是11月1號 現在已經兩個拉平了 11月1號升息的機率 已經超過42%了 所以整體上 但是我們如果 從Mix來做觀察 一定跟我們說 美股口氣今晚繼續漲 繼續漲 對 這就很有意思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範本 我們來看 第一個首先我們先把這整個 這一個月以來 現階段最大量是8月25號 8月25要在18.2 這個就是高檔爆出最大量 所以肯定往下跌 往下跌之後在29號 它又放量了 這是次大量 那在16號你就得出一條 5月以來的警線 到目前為止 這一次往上走 所以這個過程 9月份以來這9月1號 9月1號以來到目前為止 它有沒有往上做一個反撲 有 一直到9月7號 好 所以9月1號到9月7號 國際股市肯定是跌的 對 接下來它就會往下持續破底 是 它繼續破底 所以它在告訴你 美股雖然你所看到一些經濟數據 現階段看起來是比較空方的 但是整個股市會看漲 關鍵在於看漲 假設我們用預測值 我們情境分析 假設今晚美股真的 我們的看法又是漲了 那明天該怎麼辦 明天你要提防又開高走低 所以你真正的進場點 要抓在16373 OK 所以再來我們先看軍工股 軍工股確實是有走強 但是我們看今天11號 以目前來看 榕剛是3分 4分 2分 4分 4分 一直到740 沒有一個是5分的 對 那倒是祝榕是0分 對 好 我認為一個是0分 一個是比較強的是榕剛的4分 好 針對這兩個我們做個比對 各位做個觀察 首先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的是漢翔也是4分 對 這個是0分 好 可是這個0分我們認為倒沒有很差 你說它為什麼0分沒有很差 最主要就在於它為什麼會是0分 好 因為趨勢指標MACD WMA全部都是負的 不管是日線或50分線 就是說這一檔個股在短線過去這兩週 它是走弱的 你幾乎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每天落 每天落 但是又跌得不中 它跌得不中 可是關鍵在於 它是站在整個集結區之上 所以像這種個股 我認為你不應該站在太負面做觀察 為什麼 因為除非它跌破這個集結區之下 那就真的轉弱 最主要比方說你去比對軍工股跟AI概念股 反倒是你該減碼的是AI 就是尤其是大摩篩選出來的AI股 理論上幾乎無一倖免 就是整個集結都被破壞掉了 但是軍工股的助容雖然是0分 但是股價如果可以在未來這一週 守住這個集結區 我們認為它有機會再重返5分 將會再有一波的新公式 現階段你要觀察 比較不急於進場 比較貼近的反倒是2634的漢翔 為什麼這麼講 它也沒有5分 4分 來 MACD是正的 現在唯一只差這個WMA的日線 這個日線一旦我們預計 除非它明天大跌 否則漢翔明天會拿到5分 所以它很明顯 軍工股裡面 我們來看 我們看這一張 比對一次 目前雖然沒有5分 最有機會拿到5分的是2634的漢翔 那軍工股的行情 其實本週有這個航太戰 老師認為駐籠的部分其實不看待 有沒有辦法得分的潛能 那漢翔如果明天轉正5分的話 軍工股整體的這個得分表 也許可以一一的再加分數 大家可以留意 不過講到在談論當中 能夠穩盤的就是未來下一波的主流 這張個股真的好強 是3014的聯陽 對 我們很關注看一下 以聯陽為例 雖然今天沒有上漲是下跌的 但是它還是維持在5分 就是第一個我在集結區之上 第二個我的趨勢指標趨勢是正的 然後你如果去比對像今天 你看今天台股雖然是跌的 你看整個聯電集團 包括像元巷等等等 包括聯發科 走勢維持非常的穩健 那這個區塊呢 我們認為是整個9月份 接下來持續是多方推升的 一個主標地 所以AI的大跌 我不認為是壞事 就是說我們回顧2021年 2021年當時是整個航運股大漲 市場的資金是都往航運股集中 航運股在走多頭 整個大盤加權指數 當然持續往上做攻堅 可是一旦在當時 航運股開始轉弱了 那代表怎麼樣 因為大資金部隊都在裡面 所以航運股一旦走跌 就造成股市就形成一個 6000點的回答 那這一次還好 就是說這一次的AI雖然很弱 可是它收集資金的幅度 沒有像上一次航運股 那麼可怕 所以我們認為呢 當市場從AI開始轉向 反倒是資金會轉到哪裡 轉到這些相對的集團類股 那麼整個表現的機會會更好 好 除了集團類股之外 老孝師也幫大家整理了這個 網通族群的老孝師上週就說 網通股的部分穩穩的買 今天好多檔個股 儘管是稍微一小跌 但都沒有破五日線 時間有限的同學們沒有關係 這個網通股的表格 甚至是聯家軍 以及整體軍工股 本週行情短線上面怎麼抓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跟老孝老師 加個朋友 加個LINE 老師也提醒了 大模底裡面的AI股 最近真的很弱 哪些反彈要先走一趟 在LINE裡面都可以詢問 大家用手機掃一下 老孝老師大頭娃娃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找到老孝老師LINE 你的持股問題 又什麼樣的想法 不知道該怎麼樣來處理的 都可以跟老孝老師來詢問 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同學們來做解答 好 高檔的AI真的好弱 但是低檔的個股跟族群 穩穩漲迎來轉折 能夠買得安心嗎 一個是記憶體 一個是驅動IC 未接聽要來拼轉折 能不能夠來卡位呢 我們請問一下建民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先別管AI了嗎 現在資金轉寄第一基旗股 那些有機會呢 消費電子復甦真的來了嗎 其實有慢慢的看到一些跡象了 這個財源信傳媒總共掌 謝金河說 現在感覺AI長期是台股 核心沒有錯 但短線漲太多了 基本面是檢驗股價的重要元素 那毛利率來看一看的話 光達也有好現象 但是包含了偽創 偽影跟技嘉 並沒有大幅成長 那毛利率不夠強 股價又漲多了 短線上面應該會做休息 那麼低基期的資金輪到誰呢 輪到了過去被大家遺忘的消費IC了 包含了驅動IC 包含了記憶體等等 我們關注幾檔 機器低價 戶存去化顯著更安全嗎 驅動IC的瑞鼎 存貨週轉天數下降 投信最近有買 威剛部分的8月營收 創下11個月新高 連陽 嚴家軍當中的8月營收 年月雙增 創22個月來的新高 其實老師上週有特別提醒大家 有一些AI跟內股長多的 如果8月營收 週五公布沒有跟上的 一定要當心或留意 說實在話 畢竟AI跟內股 我漲到天上去了 不管是8月營收好或壞的 今天全部都一面倒 老師也提醒大家 有一些個股王你反彈真的要跑 那我們來看一看 現在如果說台北股市已經 跟著AI跟內股的下跌回檔 不過今天 海面上面有一些相對抗震的 這些抗震的 位置低的 有轉機的 哪一些可以來做這個下一波操作的目標 事實上在9月5號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針對驅動IC的瑞鼎這家公司 明星還問說為什麼不講天譽 為什麼要講瑞鼎 因為我覺得瑞鼎的話 它是獲利最好的 第一名 大家知道在最近非常熱的新聞的話 就是說華為的新的手機 賣得很好 賣得60Pro 三天大賣80萬支 那麼它在8月29號是開始開賣 它的價格是6999人民幣 大概折合台幣是3.1萬 那麼它一上市 也是這個大家說叫做蒸氣機 就是很蒸氣 要跟這個美國抗衡 就是要把這個iPhone15打掛 事實上這個是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愛國心的表現 對 因為你要知道中國大陸 大家如果去這個大陸玩的話 大概可以了解他們的民族性 大概是這樣 就是當受人欺負了就會團結起來 昨天的話它再度開賣 在這個昨天9月10號6點08分 他們喜歡這個發的數字 然後在網路上推出的時候 秒殺 又是什麼熱賣 預估的話可能在今年 可以銷售到160萬支 明年的話大概會Double往上遞增 你就會想 如果說華為的Mate60 Pro的手機 如果熱賣的話 誰是供應鏈 事實上瑞頂是供應鏈 你不要認為 老師今天驅動IC表現很強 反正就應該長到瑞頂才對 事實上不見得 那麼當然天譽的話 會在9月18號下個禮拜 又會恢復上市 他說一個簡直的動作 勢必還會帶動什麼 驅動IC的一個表現 那麼投信的話到昨天的話 是連續11買 所以為什麼我在上個禮拜 有特別提到投信作帳的問題 威剛的話也是 其實在投信的話 也是有積極在做買進 外資的話就是典放 外資沒有說很密集的持續買進 那麼在聯揚部的話 就是很明顯就是投信作帳 我今天雖然說有回檔修正 它是屬於一個亮縮的格局 只要它維持在五日均線之上的話 我認為的話 你都可以做一個中長期的投資 好 老師看起來 記憶體驅動IC 甚至聯揚消費IC 儘管說股價漲多 但是均線不破都能夠續爆 那我們從任門股的評鑑燈號 來做觀察 今天有一些是老朋友 有一些是新可以關注的標的 老師我們一檔一檔 先做一個快速的瀏覽 好 剛剛有講說瑞婷 就是上個禮拜二的時候 我有幫各位做個解析 今天已經來到五個燈 對 那就是拿了一個滿分 在上個禮拜五 我有送給各位兩檔 是屬於油空翻多 一檔是油多翻空的 其中有一檔就是這個符信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話 可以到我的這個記事本去看 空翻多的 對 那今天是持續的一個強勢 那今天是四顆燈 太極的話 是我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的 你看 像這個還是五顆藍燈 對 像音樂達 就是上個禮拜有提醒 對 威剛的話 你看今天是很明顯 有轉向一個趨勢 我們給大家四顆半的一個紅燈 對 那麼地理頭的話 就是在上個禮拜 我爆出一個歷史天亮 對 通常量是價的先應指標 現在有一個天亮 再一個天價 所以今天的一個地理頭的話 有再創歷史新高的話 就是交代上個禮拜五的這個 超級一個天亮 是這樣子 對 如果你要看技術飛驗的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但是今天有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它是黑K棒 雖然是已經是連期漲 對 再來的話就是量能縮減過數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回檔的一個 你覺得它的量有點太少了 對不對 對 縮減過數 因為如果說用它這個人氣 這個非常頂氣沸騰的話 應該來講 大概至少會來維持 大概三分之二的成交量 就會今天掉太多 明天有可能會做一個 順勢做一個拉回 因為配合這個大盤的表現不好 因為今天大盤是跌破半年線 當然我們今天有做一個 獲利先賣一般的一個動作 那麼連夜的話 我們都持續的鎖定 今天的話是比較弱勢一點 四顆紅燈 輔星的話就是 在上個禮拜我送給各位 四顆紅燈 謝謝大家的 好 那我們講一講 從K線來做觀察囉 這個是瑞鼎KY 在9月5號的時候 有放在老師的這個 評鑑的燈號表裡面 對 當然今天一樣在這個節目過後的話 我們還是會送給各位三檔 所謂的一個趨勢反轉股 那兩檔是什麼 油空翻多 一檔是油多翻空 對 因為老師說 找到的趨勢反轉股 並不是說你買了之後可以 它就馬上跌或漲 你先給留意關注 大盤好的時候可能會表現 弱的時候有些趨勢 偏弱的就會先下跌 先反應 對 像大盤是連四跌 所以如果說趨勢是油多翻空的話 你要特別特別小心 對 你可以掃我們的QR Code 收取這個ID 然後你可以這個 按下一個正58899的圖形的話 我們就會這個寶貴的資料 送給各位 一樣你看瑞典的話 這個投信的話 從8月10號 8月10號這邊開始 都持續的做一個買燒的動作 當然的話我們認為 如果說投信的話 它都是記憶買 今天是連11買 所以如果說在今天 還是持續買燒的話 表示它的一個 作帳的一個意圖非常的強大 我看今天晚上要抽碼 對 我剛剛講說這個華為的新款 高階手機Mate 60 Pro 熱賣 三天熱賣80萬隻 所以大家特別去留意 這個驅動IC 是它一個未來的商機 當然的話 還有這個投信的一個買燒的話 如果能夠持續的話 對於它的股價的話 會有一個正面的一個幫助 就看如果驅動IC整掛 在這個天域恢復交易之後 有沒有辦法再點燃一波 因為畢竟這個族群 位階都不算高 今天還有一檔很強 8016的細創 對 細創很強 另外一檔是記憶體相關族群的威剛 威剛上個禮拜有特別提醒到這一檔 就是說Intel有一個新的平台 這個是能夠帶領這個 所謂的一個模組廠 這個低院模組廠的話 尤其是NameFlash的一個模組廠的話 會有一個很正面的一個幫助 那的話它公布8月的營收的話 是創架11個月的新高 相當不容易 這是在這個低院族群裡面的話 算是表現不錯的一個公司 好 那威剛部分老師 現在一段怎麼做觀察 他今天就是有留一個上影線 那就看什麼時候會突破 在上個禮拜這個高點 如果一旦突破的話 表示這什麼 它的洗來洗去 你看一天漲一天漲一天漲 它這個很明顯就是洗盤 這洗真的很洗 這洗盤 大家說奇怪為什麼 大家都聽到說有這個洗盤這個動作 因為通常如果籌碼被有心人士 能夠掌握然後被洗得很乾淨 這樣飆漲速度很快 就好像定影投控 之前就是沒漲 突然一下拉開了這個 主力的成本價的話 它就飆漲速度會非常快 好 我也說洗盤過後 如果能夠站穩 甚至挑戰上一個高點的話 是有機會再向上 定影投控的操作就很重要了 好 我們是不是看這個 日K線是能夠顯示 可以定影嗎 老師 對 好 我們看定影 它量能是縮緊過數 所以你看 第一個出現十字變盤線 不是說一定會有多翻空 而這個量你看是明顯縮減 它照我來講的話 應該合理的這個量要到這邊 對 縮減過數 只要超過三分之二 對 這樣等於是只有到一半 超過一點點 這樣就是一個可能 這個追架的麻煩已經開始縮手了 如果明天這個是收黑的話 就有可能兩到三天的一個回廊修正 好 定影投控的操作 已經提供給大家做參考了 另外來看到的是聯陽 那麼聯陽的話就是屬於這個投信 作帳股非常清楚 那當然的話這個 它公佈八月的營收的話 年成長率是59% 那麼九月開始的話 因為這個經久有飲食 大陸有這個十一的長假 它會有一個備貨 所以我們預估 它的第三季的一個營收的話 會持續的成長 今天是回檔量縮的話 我認為是屬於一個 這個漲多的拉回 如果說在短線能夠補量的話 很有可能什麼 持續的創新高 好 短線要等量 如果量再補得多一點的話 非常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福信是上禮拜 在這個計時本裡面 老師有提醒大家可以留意一些 轉折 由空翻多的個股 今天大盤這麼弱 它還可以表態上功 老師 福信整體的技術面 跟這個籌碼面或基本面 來做一個瀏覽 那麼福信它是屬於 工業電腦的一個族群 它主要的產品是 迷你的應用電腦 還有這個工業電腦的一個產品 逐步的一個加溫 它出貨的一個旺季 普遍的是在第三季 那麼你看到八月份的話 的營收是什麼 月跟年的話都是雙增 年月雙增 YOY的話年成長率是31% MOM比上個月的話成長6% 創13個月的新高 是 技術面你看 我是不是告訴各位 如果在底部放量 這個表示什麼 進貨量 對啊 上個禮拜五 突然放了一個大量 對 所以為什麼 我在上個禮拜五 會送給各位這個 所謂的油空翻多的一個 翻多的一個個股 底部放量 對 然後它是突破一個 下降趨勢線 然後K線要收紅 通常這就是什麼 從底部反轉向上的一個訊號 今天跳空往上漲 而且當天的缺口 你看這邊都沒有 我也完全回補 這個表示它的攻擊力量非常強 大盤今天重挫 它能夠持續的一個強勢的話 這表示什麼 有特定的馬盤挹注 好 留意 這個福興在低檔底部 爆大量之後上攻的動能 那再來看到的是 AI相關概念股伺服器的 這個幾檔巨頭 今天股價表現都非常的弱勢 我們從幾檔來做觀察 有AI的人現在在哀哀叫 那到底該怎麼來處理 今天大家都說AI變BI 其實我在之前節目中 也提醒各位 這個舊AI所謂的這個偽創 廣達 音業達 人寶 就說不要再買舊的了 這個所謂的一個 四個AI伺服器相關概念股伺服器 你不要再戀戰 因為通常它之前漲了很多 不見得說還會什麼 持續的創高 因為像資金的話 尋求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 這個投資的標的 你看外資的話 是從9月6號到9月8 上個禮拜五連三賣 大賣13546張 這是它的一個60分鐘線 我們從日線來看 為什麼我會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送給投資朋友說 它可能趨勢反轉向下 上週四的時候 對 這個上週三 這邊的話你看 是一個向上的跳空缺口 對… 這邊是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對 這叫做導狀反轉向下的一個型態 這邊講 這是強烈空口的一個訊號 所以為什麼我在這一天的話 特別提醒各位的話 你如果有音業達的話 一定要趁反彈趕快買 你不賣的話你看 今天又是一個重出 可怕 亮大熟黑 對 然後它也是很早就跌破 這個上山去日線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手中有音業達的話 應該趁反彈趕快站在賣 趁反彈趕快來逃跑 但老師60分K線怎麼來觀察 60分K線的話我之前也交給各位 通常這個如果在高檔一樣 你說高檔爆大量的話 通常就是一個什麼 有人在拉高出貨 然後這邊往下殺的時候 你注意看 雖然這只是60分鐘線 它也是具有一個代表意義 這邊是一個 帶量往下殺的一個長黑K棒 這表示說什麼 這個主力的話 在之前拉高出貨的話 今天進行一個什麼 壓低出貨 通常壓低出貨的話 散戶如果融資的一個預額 持續的增加的話表示什麼 主力大陸的籌碼散給散戶 通常的話股價表現 會持續的弱勢 好 那最後一檔 我們來看到是太極 太極也是上個禮拜五的話 提醒各位的話 它是由多翻空的一檔股票 這是60分K 我們看一下這個 日線 日線的話你注意看 通常的話 它會有一個頭部的一個形態 這邊第一個頭部 第二個頭部 第三個頭部 這叫做三重頂 反轉向下的形態 它三個頭 對 你看這個頭部 突然這邊還故意 還做過有創冰刀 還故意給你突破 對 這個阻力很惡劣 對 通常散戶看創冰刀 趕快追我完了 這個什麼 仿錘線 然後隔天直接下來 隔天直接什麼 帶量往下殺 這個就很明顯 而且是什麼 三連黑 這個是黑三兵 通常是非常弱勢的結構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上個禮拜 它已經什麼 明顯跌破這個頸線位置的話 你就要趕快跑 不跑的話 你可以直接跳往下跌 對 所以這種股票的話 不管有沒有反彈的話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站在賣方 好 感謝建民老師 今天針對的強弱世骨的提醒 尤其是現在盤正的時候 怎麼樣來避開弱世骨 賠更多的命運呢 有一些這個技術面操作的技巧 建民老師剛才有跟同學們分享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您都可以跟建民老師來詢問 怎麼樣跟建民老師聯絡 可以參考 畫面上面 這個建民老師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用手機掃一下 就可以找到老師的Light 老師有說有一些看盤的重點 會放在技師本裡面 同學們可以點進去看 有問題可以跟老師詢問 老師有空 可以跟同學們來做互動囉 關聯一下今天AI的集碟 終於把大家等好久的量 給滾出來了 但這是好是壞呢 AI概念股好多檔都跌破了整理區 還多檔達到了跌停板 反彈 趕快跑嗎 還沒跑的怎麼辦呢 不要再死心 然後留戀AI概念股了 分散風險的概念怎麼樣來做 請問展哥 學習一下捨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怎麼又是AI概念股 現在不是BI了 要變成JI了 捷I 真的好慘喔 八月份營收不管是好的壞的 全部是無差別的下殺 我們看一下八月營收年月雙增 技嘉跟夜打金點碟 好省技嘉還一度打跌停 月增年減的廣達跟偽創也不好過 更別說年月雙減的人寶 股價也是非常的不爭氣 AI概念股今天災情慘重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接呢 還是說不要接啊 籌碼亂啊 這個大戶不會拉起來給你解套的 AI股是不是要死心了呢 郭敏奇這樣說 三個情境可以吸引資金再進場 那些情境 第一個是AI晶片訂單或供需 又有明顯的上修 還有可獲利的升成是 AI商業模式已經出現 或者搭配股價更多的修正 大家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股價更多修正 因為AI概念股的投資人非常非常的多 但說實在話的 這些個股我們應該都很熟悉 展哥也都講在前面了 畢竟有些個股你不要看它利多 你不要等它營收 它技術面已經跌破的時候 就真的要做好停順 我們這個老話重談 展哥來講一講 今天一定有很多人說 老師 我AI還沒跑該怎麼辦 對 真的 其實上禮拜我們講的話題 跟AI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就是特別留一張 講這個事情就是說 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 結果沒想到今天就發生了 我們是說偽創我們是109的位置 要守住 因為我們說它這邊 已經跌破季線了 已經在季線之下了 所以109如果跌破的話 很有可能賣壓就會宣洩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我們常講 這叫破底 對 這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廣達我們是說 238的位置 其實今天也是就馬上跌破238 就下去了 所以真的什麼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其實這個價位 這些的價位其實是我們 一路以來就一直花在上面 我一直沒改過 對 所以這個價位我們已經提出過 非常多次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 耳朵不能太硬 對 對 就是說一定要裝好停損 不然真的很危險 對 而且特別是 不要等發生的時候才回頭說 好可惜當初沒怎麼樣 那當然廣達的角度 你看238 當然這邊這是前一天的低點 這邊跌破其實就一開始下來 然後跌破238的時候是不是就啪 加速 就掰掰了 然後一樣這109的位置也是 這就更明顯了 對 前面還有測一次 然後這邊一破 是不是就馬上就宣洩出來 今天盤中還跌破百元 對 那當然後面會怎麼樣咧 我覺得後面再來說 後面再來看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先 你現在沒有辦法診斷出來它的走勢 待會後面我們會再講 OK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間 還有營業達 你看這一組 你看這個上來 其實一直高不過高 我們也是說這54塊5的位置 今天也是跌破 而且今天跌破還有什麼 又跌破季線 這都重要的價位 所以這也是 人保也是跌破季線 而且早上的新聞還在講說 它沒有切入什麼 什麼智慧座倉 電動車的題材 結果一點幫助都沒有 全部都拜拜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有集體的嚇死 當然是不是恐慌 我認為有 有恐慌 那你說後面有沒有機會 我也認為有 但是OK 這個不是說 你現在不處理 等後面長上來再說 使命的就跟它抱著 對不對 所以之前跟大家聊過 賺錢你會很害怕 但是套勞你會下定決心 但是這時候聽的 不要下定決心 對 下定決心跟它耗 對 該走就走 好 那提醒同學們 這個針對AI鋼鐵股間的擊殺 尤其是這個伺服器代工的 幾黨各國 有的人其實營收8月份表現還不錯 可是說真的 籌碼亂技術面的這個 參考就非常重要了 同學們如果你對這AI鋼鐵股的行情 短線上面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展哥來詢問 展哥的Lite在這裡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就可以找到展哥的Line 那有一些展哥多年來操作一些心得 散戶的一些宿命跟沒有辦法 突破的這個心結在Lite 你也可以跟展哥來問 展哥有功會跟同學們來聊一聊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要看的是 索羅斯的名言 對 其實索羅斯比較少經劇 因為它經劇都太長 大家都背不起來 但是OK 這一劇我覺得很經典 他說世界經濟史 是一部基於假象跟謊言的連續劇 所以假象跟謊言 所以最近很多人都在講 AI是泡沫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會這樣 那要獲得財富你要怎麼樣 認清其假象 然後投入其中 你看這一波AI漲上來 我們有沒有投入其中 有 有投入其中 我們是不是一路追銀邦 對 所以你真的長很多 但是在假象被公眾認識之前 退出遊戲 我們可以看一下銀邦的角度 好 3693 來 我們那時候 當然我們是更去年11月21號 我就開始第一次介紹 沒錯 我第一次看到他 就是在展哥的節目裡面 對 然後再來後面這一段 我們也都很明確在講 184吧 我記得沒錯 這邊開始一路上來 那這邊我們還說 殺完跌破完我們這邊又買回來 對 這裡又上去我們說這邊忍住 對 然後這邊下來這邊 跌破五日線 其實這一根跌破五日線 對 我們又出廠 對 但是出廠完後面我又再買回來 但買回來其實我已經減碼了 對 因為太高了 對 因為第一個我們前面 前面我們當然有賺了一大波 然後你說原本的同學都跟完了 整波賺好賺滿 但是我說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還是有 但是要控制風險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買的部位 就已經剩下原本的二分之一 好 那所以你說 認清其假象 然後在大眾認識之前退出遊戲 我們現在還在遊戲中 但是我們已經掌握風險 這就是我們跟大家 可能會比較差別的地方 然後再來 索羅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他在金融年金書這本書 提到這一個 反射理論 或者是有人翻譯叫反生性理論 字太多我們不依念 簡單講就是什麼 市場的參與者 因為某些的原因你產生預期 你產生這些預期在影響你的行動 你影響你的行動之後 假設我覺得AI很好 我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結果買進去之後 市場反而會因為這麼多的投資人 產生這樣的預期 產生這樣的行動之後 市場走反向 對啊 所以說AI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有 但是現在就是籌碼 簡單講就是這個概念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辦 其實你看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大家在封AI的時候我們在幹嘛 其實我們在做別的事情 那銀幫當然是一直都有 也有同學問我說老師 那個AI這麼多 我們要不要買一些AI 我說有啊 我們今天有銀幫 他說那你不要買微創 我說有銀幫要買微創 我說概念上其實是這樣 我們要做一些分散 所以那個時間點你看 像高級我們推薦這一波 那時候PCB 比較Niche的 那時候我們還說什麼 那個碳的題材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推薦完 是不是也漲一波 對 而且同時我們在介紹高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介紹水資源的果桶 也漲一波 對 然後再來包含 大家在回頭 我們又找這個聯羊 大家還在封AI的時候 我們回頭找IC設計 那雖然這一波也上來 其實這一波有點可惜 我本來有點像買回來 但是因為手上我們會考慮什麼 資金的那個比例 對 資金控管 所以就沒買 但是OK 連得這一段 連接器的 我們也是做這一段上來 所以你看我們回過頭來講 為什麼我們會在市場很熱門的時候 我們開始去做一些分散風險的動作 找去一些新的潛力的題材 其實就是這一天 我們在等著就是 這一天如果發生我們怎麼辦 可以避開風險 對 對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還是講 現在很多同學的問題或是什麼 我手上AI一堆怎麼辦 現在真的還有很多人AI一堆 很多啊 很多 持股清單一拿出來一看 我哥全都有 你是看電視買股票 對 全部都有 對啊 所以怎麼辦咧 來 我們回過頭來 第一個 停損很痛苦我知道 但是你不要不甘 你如果真的不甘心停損的話 至少怎麼樣 減碼 這個還滿受用的 你有十張先賣個五張 對 其實在這一波 就有一些新的同學來找我 這個是偽創 偽創 他就說這裡上來 我就說這邊 這邊的時候我就說 這個兩個價位給你嘛 然後上來他一直考慮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 我說我建議你還是調節一些 但是我相信他調節很少數 所以這邊是不是上去就馬上下來 對 那到這邊 其實你在這邊調節的話 你說跌到這裡 你說真的再賣就不會那麼痛 對不對 但是你說今天跌破要不要賣 當然我就說你可以再調節 他可能就剩個位數 可能剩幾張 我說那你就再賣一些 那再來 我們說一般的人 我們長久在金融業的經驗 大家拿持股清單出來 要持股診斷 如果一整排的 把股票當油票再擠的這種人 我們通常我會說 如果你趕的話 我們重新開始全部賣光 但是通常沒有人趕 所以通常怎麼樣 你就不分換股 只能換一些最爛的 你開始 對 你在選股的時候 第一個 你很空投的股票 你一定要先砍 對 你先做一些調節 調節完你開始做 做新的股票 你如果做對了 你是不是開始就會累積正向 其實在操作上面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讓你在賺錢之餘 你要讓你心情是愉悅的 有一個正向的力量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去年一直講的 破底就要砍 這個真的 永遠記得永遠會救你 那你像這種狀況 你說破底要不要砍 說真的是我我一定絕對砍的 好 那再來 接下來 如果你不敢砍 你就會問我說什麼 老師 現在會回到哪裡 對 開始想像說 自己我應該要怎麼辦了 OK 這個地方我覺得 OK 跌破 如果跌破百元 今天其實跌破一下子又回來 所以你說有沒有可能 百元關卡是有手的 這不排除 確實是不排除 但是如果百元關卡有手 你如果是買在上面的人 你要跟我說 你百元再漲個40% 再漲到140讓你解套 不可能 對啊 不要講不可能 但是就機會很低嘛 對不對 你就不要去思考這個事情 倒不少虧為隱 換一些股票 因為有籌碼整個撐在那裡 在那裡等解套的人的股票 很不容易大漲 很不容易大漲 OK 那再來 如果真的百元不守怎麼辦 其實往下看 你不太好看到說什麼支撐 這個半年線也許是一個 這在80附近的位置 所以你拉回來的話 大概是這個小區間 是 就起漲的時候 對 這一步起漲 所以這個其實說實在話 也算是一個小整理區間 對啊 你說它一定會有撐嗎 這個真的也不一定 所以就建議大家 在操作上面 如果你真的不甘心 直接出場的話 至少用減碼 慢慢換股的方式 來做一些操作 好 那最後的一分鐘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的狀況 老師建議用 加權指數跟櫃買指數 兩張K線圖來做觀察 剛剛郭敏祺有講 AI什麼時候止疊 可能要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回檔 大家才會死心 那從這個大盤的角度 來做這個研判呢 當然從這個 加權指數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當然今天是回到半年線的位置 對 但是還有一個前波低點 所以這個地方 還沒破 對 大概16292附近 有沒有機會在這邊有支撐 其實說實在話不排除 那今天也有同學在問我說 老師 今天這種盤 我們又要開始放空 其實我就說 我覺得要稍等一下 因為也許這邊 剛好又是轉折點嘛 對啊 結果你一空又空在低點 對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就先不要急 但是你說實際上觀察 我覺得應該落在明天 所以為什麼今天 其實我們應該要推薦一些股票 但是盤是這樣 我們先告訴大家風險 而且今天重點是什麼 今天是那個 發育營收要分布完畢 對 所以我認為還是有一些新的題材 對 那明天會不會有一些新的方向 或是